第1064章 城主小真相 阁主夫人冷冷地看住她 你给我一个解释 楼不凡张了张嘴 夫人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很危险 你先回千基格 危险 阁主夫人束手一挥 强大的内力 顷刻间批断了一旁的树枝 庞大的枝鸭猛地朝儒夫人倒了下来 楼不凡见状 赶紧将儒夫人闪避到了边上 夫人 阁主夫人的眼底闪过一丝冰冷 她是你什么人 你要如此护着她 连自己亲孙女的性命也不顾了 嗨嗨嗨 瀑布下方 突然 传来七小姐的咳嗽声 楼不凡心口一震 猛地望向瀑布 就见本该摔下去的七小姐 不知何时被一张大网兜住 阁主夫人的暗卫正蹲在暗边 缓缓地把人拉上来 不是我及时赶到 月儿都没命吗 夫人 你听我解释 我也想救月儿的 我是 我就错了阁主夫人的神色 没有丝毫松动 楼不凡 你当我还是十六岁吗 这么好骗 让我相信你可以 你把她扔下去 夫人 阁主夫人冷声道 我说 扔下去 楼不凡正色道 她是我们女儿的小姑子 也是城主的女人 夫人这么做 是要把天玉堂与城主府 一起得罪了吗 阁主夫人道 现在这里可没有天玉堂与城主府 的人 你不说我不说 谁会知道 大不了推给那两个刺客 还是说 你下不去手 楼不凡语重心长地说道 夫人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你先冷静一下 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 阁主夫人一针见血地问道 她是不是你和敏宁婉的那种 楼不凡大声道 夫人 你胡说什么呢 阁主夫人冷静地问道 你老实回答 我放她一马 你若死鸭子嘴硬 就别怪我不客气 楼不凡痛心疾首地说道 夫人 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们夫妻多年 我待你如何 你难道不清楚吗 我可曾多看过别的女人一眼 你可以与我置气 但你不能污蔑 我们之间的夫妻之情 阁主夫人最后看了她一眼 转身走掉了 我给过你机会的 楼不凡 阁主夫人抱着孙女上了马车 孙女哭着趴在她腿上睡住了 千吉格封锁了消息 宾客们由楼家的儿子儿席接待着 倒也没出差错 马车从千吉格后门驶入 敏宁婉寄挂女儿安危 一直守在这里 见阁主夫人从马车上下来 赶忙问道 亲家 怎么样啊 阁主夫人抬手就是一巴掌 啪 这一耳光只把敏宁婉给打猛了 然而不等她反应过来 阁主夫人又扇了她一耳光 敏宁婉也算有些功夫在身 却远不是阁主夫人的对手 她的嘴角被打出了血来 娘 鸡明楼在二楼瞧见了这一幕 直接飞升而下 挡在了敏宁婉身前 阁主夫人冷冷地说道 你闪开 否则我连你一起教训 娘 你干什么 鸡夫人冲了过来 拦住阁主夫人 娘 你干嘛对婆婆动手啊 鸡夫人圆明楼拦 是楼不凡与阁主夫人 唯一的女儿 鸡明楼严肃地说道 岳母 我敬你是长辈 可如果你在伤我娘 休怪我不客气 楼兰注急道 你们别吵啊 有声慢慢说 阁主 夫人对楼兰道 月儿在马车上 你带月儿回房 楼兰抓住阁主夫人的手 娘答应我 不动手阁主夫人抽出手来 镜子上了楼 另一边 一个侍女将一盘子空茶杯 端给苏小小 二少夫人 这是您要的东西 辛苦了 苏小小将托盘接了过来 侍女是阁主夫人的心腹 阁主夫人吩咐她 听候这位少夫人的差遣 她有些好奇 可是 您要他们喝过的杯子做什么 奴婢给您拿几个干净的 岂不更好 苏小小笑了笑 不不不 就要 这些 名字你都写对了吧 侍女点头 嗯 都写在杯底 苏小小告别侍女 回到马车上 把托盘拿进了药房 很快 比对结果出来了 果然啊 五虎扑斥着小翅膀 熊啾啾地飞了进来 鸟席 鸟席 苏小小好整以暇地看住她 找出凶手了 五虎点头点头 苏小小奖励了她一颗鸟石 五虎乍毛 才一颗 摔 阁主夫人来到夏侯卿的厢房 谢景年已经从五毒教 把解药拿回来了 但因为孩子太小 具体能不能解 又或者能解到何种程度 没个定数 鸟主夫人有事吗 夏侯卿的神色有些疲倦 不论如何 夏侯臣都是她的儿子 她不希望她出事 鸟主夫人道 今日出了这么大的事 千计格难辞其咎 于是我下令彻查了一番 不曾想 竟查到了不得了的事哦 夏侯卿 的 神色肃然了几分 鸟主夫人对门外说道 把人带上来 两个千计格的暗卫 压着一名五花大绑的女子 走了进来 夏侯卿定睛一瞧 簇眉道 墨运 墨运是茹夫人的手下 因一次冲撞了她 被茹夫人罚去了花园做工匠 之后她再未见过她了 鸟主夫人道 今日给小公子下毒的人就是她 夏侯卿怒道 你为何背叛自己的主子 难不成因她罚了你 你便对她怀恨在心 鸟主夫人 冷哼道 她可不是背叛 是听命行事 我说的对吗 如夫人 门外的如夫人身子一僵 夏侯卿朝门口望去 彩莲忙出了屋子 扶住摇摇欲坠的如夫人 夫人 近来 夏侯卿立合 如夫人映住头皮进了屋 她浑身湿漉漉的 来不及更衣 只得掀披了一张 饱暖的宝毯 楼不凡 未避嫌 也为亡羊补牢 让手下送她过来 她先去看孙女儿了 鸟主夫人讥讽地说道 如夫人 你为了上位 真是费尽苦心啊 连亲生儿子 也舍得利用如夫人道 鸟主 夫人 你先别助己反驳 此人乃我千计格训练的死事 永不背叛主人 如果不是 你让给小公子下毒 她是不会擅自行动地说罢 鸟主夫人撕裂了女子的领口 露出肩甲后方 一块被弯过的疤痕 这里是死事的烙印 每个千计格的死事都有 位置一模一样 如夫人大吃一惊 她明明是在路边捡到墨运的 墨运怎么会成了千计格的死事 如夫人正色道 不对 我不是在千计格买的墨运 鸟主夫人冷笑 哦 那就是有人故意把她送到你身边了 楼不凡 你为了这个孽种 还真是煞费苦心 夏侯卿的神色变得难看起来 如夫人忙走过去 委屈地说道 城主 你相信我啊 我怎么可能给自己的儿子下毒 阁主夫人嘲讽得到 你又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手段陷害百花工 啦 有什么不可能的 如夫人一脸痛心地看向阁主夫人 楼伯母 您这是怎么了 就阴楼伯父就错了人 便将怒火宣泄到我的身上 一个劲地给我泼脏水嘛 阁主夫人呵呵道 你的脏水还用泼吗 当年你找千计格买毒药陷害芸汐的事 你忘了 如夫人脸色一 便 夏侯亲猛地朝阁主夫人看来 你说什么 阁主夫人道 芸汐根本没给她下毒 是她自己买了毒药 利用苦肉剂嫁祸芸汐 还故意让你去百花工 找芸汐拿解药 第1065章魏小宝的威力 如夫人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夏侯亲不可置信地看向她 眼底闪过一处激发的怒火与杀气 阁主夫人所言 是不是真的 自然不是 如夫人辩驳道 我 阁主夫人露出无比诧异的神色 怎么 城主原来不知道吗 我夫君对城主忠心耿耿 我还以为 她早把一切告诉了城主那趴在屋顶上偷听的苏小小 几乎 要给阁主夫人竖起大拇指了 高 实在是高 按发展 夏侯亲该质问阁主夫人你及知情 为何不早说 这下 没得问了吧 阁主夫人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把楼不凡卖得明明白白 用实力全是了 老娘这些年不是怕你 是让着你 稀罕住与你的夫妻之情 可既然你不忠 那就别怪我不仁 她看得太投入 恨不能把脑袋埋进去 看她这副小样子 就知道魏小宝是遗传谁了 魏婷好笑地搂住她柔软的腰肢 另一手轻轻护住她额头 阁主夫人点到位置 到了句 我不耽误城主处理家务事了 今日招呼不周 抱歉了 便转身出去了 在走廊上 她碰到了急匆匆过来的楼不凡 楼不凡 原本揣测她回千鸡阁后 一定会待在孙女身边 安抚孙女受惊的情绪 哪知去了 她不在 又听楼兰说 她把敏宁婉给长乖了 她顿觉不妙 赶紧出来寻她 她忘了要往她身后的厢房 夫人 你方才 阁主夫人冷漠地打断她的话 管好你自己吧 长管事上前 楼阁主 城主让你来一趟 楼不凡没心一蹴 阁主夫人走了 她想问长管事几句 长管事早已在前面带路 她跟上去 察觉到了什么 往房梁上一望 魏婷忙抱住苏小小掠了下来 苏小小 我还没看够 魏婷道 楼不凡发现了苏小小 哦 楼阁主 长管事催促 楼不凡察觉到暗处的气息消失了 狐疑地进了夏侯卿的厢房 苏小小寻到了阁主夫人 递给她一瓶和桑花蜜 让七小姐服下 能让七小姐早日康复 阁主夫人深深看了她一眼 丫头 你不是千山岛的人 苏小小笑笑了笑 我的确不是 我爹是大洲人 我娘是南疆人 我是来了岛上 才认识公主娘的阁主夫人正色岛 你告诉我这些 如果是想指望我帮你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毕竟是千计格的主母 不可能帮一个外人 你与我的合作到此为止 日后各不相欠 苏小小爽快地说道 好 她不凡感光明磊落的对手 只厌恶阴险狡诈的小人 苏小小风轻云淡地说道 顺便再送歌主夫人 一个低血认清的结果 楼兰是你与楼不凡亲生的 金鸣楼与楼不凡没关系 楼不凡与敏宁婉 只有一个骨肉 那便是如夫人 敏宁婉对楼兰是如己出 是爱屋即屋 百花宫热闹看得差不多了 准备回去了 公主胆了胆宽秀 林英去叫上大虎他们走吧 喂 林英去找大虎二虎小虎 希尔是才去厢房 给魏小宝换了尿布 正要抱着魏小宝出来的 忽然间 一到暗影月窗而入 快速闪到他背后 点了他的穴道 谁 话音未落 对方又把他的雅穴点了 希尔急了 动也动不了 叫也叫不出声 这可怎么办哪 对方没露脸 从身后伸出手来 抢走了希尔怀里的魏小宝 希尔的余光 他迟迟等不到下手的时机 本以为今日完成不了 阁主的任务了 谁知皇天不负有心人 这个丫鬟居然抱着孩子 来相防换尿片了 得逞后的弟子 拿出了涂抹了少量 蒙汗药的布金 打算将孩子蒙晕 不曾想 魏小宝睁大眸子看住他 不哭不闹的 安静极了 弟子见蒙汗药用不住 把布金揣回了怀里 他偷偷把魏小宝 抱去了阁主最隐秘的一间密室 这里是阁主的宝库 藏着阁主多年的私藏 不仅布置了最厉害的机关 也住了最厚的石板 阁音效果极佳 就算孩子哭闹起来也不怕 叶明珠的银刃灰光 将整座宝库照亮 魏小宝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乌啊弟子一愣 魏小宝望着眼前一堆 金灿灿的元宝 乌啊乌啊弟子 这孩子还怪可爱脸 弟子来到打开的宝箱前 拿了一串翡翠珠子给他玩 魏小宝兴奋的直翘小脚脚 魏小宝玩着玩柱 突然一扔 哎 弟子伸手去抓 抓了个空 他抱着魏小宝朝他扔珠串的方向去找 找了一圈没找 他古怪的问道 你给扔哪了 魏小宝 乌啊他想把魏小宝放下好好找 一开始想放地上 又觉着太凉 就把魏小宝放进了宝箱 他趴在地上仔仔细细找了三遍 一个珠子也没找着 见了鬼了 乌啊乌啊 弟子来到宝箱前 他往里一瞧 整个人吓了一跳 箱子里的珠宝呢 怎么只剩个奶娃娃了 魏小宝 乌啊一股寒气自脚底窜上头顶 弟子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会不会是我眼花了 这里头本就是空的 弟子害怕地咽了咽口水 把魏小宝从空箱子里抱了起来 像是为了验证什么 他试探地把魏小宝放进了里另一个宝箱 这一次 他摸了摸箱子里的珠宝 并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 痛 他直勾勾地盯着箱子 魏小宝奶唧唧地看住他 乌啊 这不都还在吗 半晌后 弟子长呼一口气 方才一定是自己眼花了 就是个空箱子 他转过身 背靠着箱子坐下 忽然 身后的呼吸声没了 他眉心一跳 立马转过身去瞧 箱子里空荡荡 别说珠宝了 连孩子都不见了 这特么是见鬼了吧 是见鬼吧 是人是鬼 谁 出来 乌啊 魏小宝的声音出现在了第三个箱子里 弟子害怕极了 他一点一点后退 当摸到箱子时 才鼓足勇气 战战兢兢地背过身去 一副巨大的盔甲 如同炼狱的厉鬼 空洞洞的没有脸庞 直愣愣地盯住他 弟子心口一炸 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魏婷上马车给魏小宝拿斗胖 刚一上去 哗啦啦的 被一堆金银珠宝给埋了 魏小宝躺在最上面 乌啊 药房偏袭人类又载失垂了 第一千零六十六章 杀奴立功 苏小宝也上了马车 一眼看见满车厢的金银珠宝 眼睛都直了 魏小宝 乌啊乌啊 苏小宝两眼放绿光地回过神 哪来的金子 他看向魏小宝 你是不是进药房了 是不是动我小金库了 魏小宝一脸无辜 乌啊 苏小宝抓起一条翡翠珠串 仔细瞧了瞧 不对 不是他小金库里的东西 不管了 先装进药房 苏小小装到最后 发现地板上竟然躺着一个人 被砸晕的魏婷 苏小小 小姐 小姐 汐儿哽咽着来到马车上 掀开帘子 刚刚有人点了我的穴道 把小宝报以 小宝 躺在娘亲的怀里 玩金链子的魏小宝 乌啊 汐儿一正 小姐 你把小宝就回来了 苏小小淡定地说道 笨 馅儿看着自家小姐满头大汗的样子 激动地点了点头 小姐厉害 小姐辛苦了 苏小小 确实辛苦 搬金子辛苦 不过 通过信的话 他基本上推测出的大概了 也猜出这些金银珠宝是哪里来的了 千房万房 防漏了一个如夫人 八成又是这个女人起了歪心思 勾结楼不凡 掳走了魏小宝 魏小宝被藏进千鸡格的宝库 然后小家伙进了药房 小家伙还小 应该只是一种危机本能 和躲进爹娘怀抱一样 就是这些金银珠宝 哼 药房干的 关他天真无邪的女儿什么事 话说 这是第二次 魏小宝从一个地方进药房 却从另一个地方出药房了 上一次是魏须怀礼 这一次是魏婷 头顶 可怜的魏婷 被亲闺女的财富之手砸晕了 希尔纳闷道 小姐 姑爷怎么了 苏小小面不改色地说道 哦 她睡住了希尔目瞪口呆地 看住趴在地上的姑爷 这确定不是被谁给打晕了 小姐 我去通知公主和林英 就说小宝找到了 去吧 厢房内 楼不凡 已知小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她是真没料到 素来与自己恩爱有加的发妻 翻起脸来 如此狠辣无情 城主 她信誓旦旦地说道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 如夫人从未来千计格买过毒药 我也不曾听说 她给自己下毒 陷害芸汐公主 夏侯清冷声道 你的意思是 你夫人冤枉你 楼不凡苦涩地说道 我夫人今日对我有些误会 正在气头上 还请城主不要怪罪她 好一招倒打一耙 还凸显自己爱弃情深 夏侯清不信 阁主夫人是如此不讲分寸之人 退一万步来讲 这得多大的误会 才能让阁主夫人 对楼不凡反目成仇 楼不凡长叹一声道 我夫人误会 我背叛了她 与别的女人有了首尾 我实在冤枉得很 阁主夫人善度 不允许楼 不凡身边出现任何女人 这在岛上早不是秘密了 那些敢打楼不凡主意的女人 没一个没被阁主夫人揍扁的 她倒也不玩音的 堂堂正正打上门 至于楼不凡自己 也从不留莲烟花之地 问就是家有贤妻 夏侯清将信将疑地看向楼不凡 楼不凡趁热打铁 城主 我对天发誓 我对夏侯家绝无二心 我从未做过对不起夏侯家的事 我也没与任何人谋害百花公 话音刚落 门外 传来公主的立贺 楼不凡 出来受死 谢景年道 义父 我去瞧瞧片刻后 谢景年学不回屋 看了楼不凡一眼 禀报夏侯清道 杀奴在千计格门口刺杀云岭 被云公主活捉了楼不凡虎去一阵 你个夯祸啊 谁让你在千计格门口动手的 楼不凡解释不清了 夏侯清也不会再听他解释 楼不凡与杀奴被抓进了城主府大牢 娘 爹被抓走了 楼兰找到阁主夫人 阁主夫人不嫌不淡地说道 让你哥哥准备一下 楼兰哽咽道 是要去城主府救人吗 阁主夫人 继承阁主之位 楼兰 回去的马车上 夏侯清吩咐谢景年 你去查一下 还有什么遗漏的 谢景年查案 苏小小乐的送证据 通过陆傲天给了谢景年一封信 公子 他干嘛要帮你啊 兰医侍卫问 他是不是也不安好心 想让公子你和楼不凡斗起来 谢景年道 我喜欢明明摆摆把心思摆在明面上的人 楼不凡偷偷把云领的绅士告诉他 是想煽动他与百花宫恶斗 承苏给他消息 是与他各取所需 他立功 他打击如夫人与楼不凡 谢景年一直等到第二日清晨才回到城主府 夏侯清一宿未眠 容颜十分憔悴 义父谢景年拱手行了一礼 夏侯清都查清楚了 谢景年 阁主夫人很配合 把楼不凡的私账全部翻了出来 也逼问了几个楼不凡的心腹 二十多年前 儒夫人的确来千鸡格买过毒药 也花高价买了两株和三花 就算 您不去百花宫找云西宫主要和三花 儒夫人也不会死 夏侯清猛都握紧 了拳头 谢景年 此外 楼家大小姐没有的麻风病 她当年是撞破了楼不凡与敏宁晚的奸情 才被关起来的 她逃出岛后 在南疆隐姓埋名 做了圣女殿的长老夏侯清 就是你去的那个南疆 是谢景年惭愧点头 我见过楼长老几次 没能联系到楼家大小姐身上 是我失职夏侯清道 倒也不怪你 你都没见过她任谢景年在聪明 也确实没猜到圣女殿的楼长老 能与千山岛的楼家有关系 还以为只是碰巧同性而已 谢景年接着道 如夫人 是楼不凡与敏宁晚的女儿 并且楼不凡收留了云雪 已从云雪口中 得知了云岭的身世 如此一来 楼不凡的 动机就有了 多年前谋害云西 扶持自己女儿上位 多年后又谋害云岭 为自己外孙铺路 想到自己被这对妇女 蒙蔽了这么多年 夏侯清怒火中烧 第1067章 小虎与小宝 当晚 楼不凡与如夫人 要被处死的消息 传遍了整座千山岛 敏宁晚神色匆匆地 来到鸡鸣楼房中 鸣楼 她刚喊完便顿住了 屋子里黑漆漆的 没有掌灯 只有廊下微弱摇曳的烛光 夹杂住几缕冰冷的月光 投射在鸡鸣楼的身上 她一半聋在夜色中 一半静在月光下 彭扶被切割成了两半 敏宁晚的心 莫名地打了个凸 她深呼吸 缓步进了屋 这时 她才发现 鸡鸣楼的手里握着一张纸 已经被她揉皱了 鸣楼 她轻声开口 出示了鸡鸣楼正正开口 爹是怎么死的 敏宁晚一愣 鸡鸣楼握紧了手中的信函 抬起一双红肿的眼眸 隐忍住痛苦与怒火之问道 爹是怎么死的 敏宁晚定了定神 哽咽道 你凶 我做什么 你爹病逝多年 你是忘了 还是怎么了 鸡鸣楼咬牙道 是吗 爹当真是病逝的 不是被人害死的 敏宁晚脸色一白 是谁在你面前胡言乱语了 鸡鸣楼没回答她的话 也不需要她的承认 她站起身来 目光如炬地看住她 为什么要害死爹 敏宁晚本想否认 可鸡鸣楼的眼神 令她的心虚无处躲藏 她很快红了眼眶 她要杀了你妹妹 我有什么办法 你也是做爹的人 你会眼睁睁看着别人 伤害自己的骨肉吗 我也不想的 我跪下来求她 我让她放过你妹妹 可是她不肯 我是被逼的 鸡鸣楼的心 被狠狠扎了一刀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亲生父亲 竟是死于生母之手 敏宁晚哭道 何况她也伤了你 鸡鸣楼立声道 你住口 她那一刀 是替鸡宛如挡的 不是她爹故意伤她 鸡鸣楼转身就走 敏宁晚扑通跪下来 抱住了她的腿 娘知道错了 你要娘做什么都可以 你要娘的命 也只管拿去 娘会用余生向你恕罪 但宛如是你妹妹 你救救她 救救她们 她们 鸡鸣楼讥讽意笑 抓起桌上的长刀 挣脱她的双手 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鸣楼鸣楼 电闪雷鸣 一道纤细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被闪电照得忽明忽暗 敏宁晚定睛一瞧 眼底光彩虫聚 兰儿 你快去劝劝鸣楼 楼兰失望而愤恨地望住她 眼眶红红的 敏宁晚 兰儿 楼兰头也不回地走了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整座千山岛都被城主要处死楼不凡 语如富人的消息震惊坏了 楼不凡 千鸡鸽鸽主 城主最器重的掌门之一 是怎么触怒城主了 要说近几年 夏侯卿对岛上的人多有宽容 只要不闹她跟前 她大多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少不得让人觉得她没了年轻时的脾气 眼下这道城主令一出 众人被狠狠地敲了一棒子 百花公和城主府对筑干了这么多年 也没见城主收拾他们 千鸡鸽做什么了 虚 你小点儿生 这话是能乱说的吗 会不会下一个就轮到百花公了 难说 如夫人为何也被处死 她不是生了小公子吗 确定不是做城主夫人 而是被处死 我听昨日去过 会宴的人说 小公子被人投毒了 是千鸡鸽与如夫人合谋干的 虎毒不食子 你的消息怕不是假的 假的 我把脑袋砍下来给你当粗居 公主没让这些乱七八糟的消息 传到凌云的耳朵里 凌云该吃吃 该睡睡 顺便带带三个小孽徒 倒是锦衣当了一回好奇宝宝 亲自跑去酒楼吃瓜 吃得大脑发胀才回来 刚翻墙进院子 被苏小小抓包了 上回被楼不凡打了一掌 还没痊愈呢 又乱跑 抓走 七小姐与如夫人母子的刺客 是锦衣与苏默假扮的 其实不论有没有如夫人 下毒诬陷林云的戏码 他们都会想办法 让楼不凡与敏宁晚暴露 是如夫人自己不消停 让这个计划事半功倍了 俗话说得好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她要作死 三小只在屋里玩积木 馅儿给喂小宝 泡了一瓶奶过来 小虎放下积木 哒哒哒地跑到馅儿身边 馅儿姐姐 小虎喂 馅儿笑道 小虎想喂妹妹吗 嗯 小虎点头点头 你会喂吗 会的 小虎拍拍小胸扑说 馅儿把奶瓶给小虎 小虎踩上小板凳 给妹妹喂奶 馅儿见她喂得有模有样的 就没再看着她了 去给魏小宝叠衣裳 魏小宝吃得可有劲了 小奶汗都吃出来了 忽然 波鸡一声 嘴里的奶嘴儿被拔走了 魏小宝睁大眼 就见小虎自己抱住奶瓶喝起来了 魏小宝 小虎咕咕咕咕喝完 跑来找馅儿 妹妹喝完了馅儿惊讶 这么快 小虎一脸认真 没喝饱馅儿来到摇篮边 没喝饱吗 魏小宝 乌娃就没喝几口呀 馅儿摸摸魏小宝的肚子 确实憋憋的 馅儿又去泡了一瓶 小虎萌萌大的说道 小虎还要喂 馅儿 好吧 然后小虎又把妹妹的奶喝光了 魏小宝严肃住小脸 小虎又去找馅儿 馅儿 一 今天怎么回事 吃不饱了 第三瓶 馅儿没让小虎喂了 他自己来喂 魏小宝淡定地伸出脚 小脚丫将奶瓶一拨 递到了小虎嘴边 你吃 小虎一张嘴 打了的宝格 馅儿 夜半 所有人都歇下了 一辆马车停在了百花宫的门口 百花宫自打加强戒备之后 就连大门口也会有多名弟子彻夜职守 其中一名弟子警惕地问道 来者何人 城主府的人伴随着一道成熟亲人的男子声音 车帘被一只骨节分明的御手掀开 谢景年缓步走了下来 那名弟子不卑不亢地说道 原来是二公子 不知深夜造访 所谓何事谢景年道 姬婉如想见云公主最后一面魏小宝 快把我哥带走 第1068章报应来了 谢景年对姬婉如的称呼已经变了 由此可见 如夫人翻身无望啊 那么 她要见公主最后一面做什么 她说了只见我一人 还是让我带上别的什么人 母诞阁内 公主冷静地问谢景年 谢景年道 这个 她倒没说 云公主自行决定公主成鹰片刻 我知道了公主去了飞云宫 一刻钟后 抱着某个吃手手的小夜猫出来 坐上了百花工的马车 谢景年站在车窗前 看了眼她怀里的小家伙 欲言又止 公主道 怎么 不让带孩子 谢景年轻声道 没有 云公主方便就好 昔日金碧辉煌的翡翠阁 在夜色中宛若一座阴森冰冷的球龙 公主站在门口 低头看了眼怀里的小家伙 魏小宝正在吃手手 发现公主在看自己 她把手指拿出来 露出了一个可爱的微笑 公主也笑了 笑完 她摸了摸自己僵硬的脸颊 方才 是笑了吗 魏小宝 呜哇 公主轻轻戳了戳小家伙 柔软的脸蛋 奶乎乎的 软糯糯的 只要出来 你就高兴是不是 魏小宝 呜哇 谢景年看住如此温柔的云公主 眼神里有诧异一闪而过 她没催促对方 不过公主也没在门外待太久 用帕子擦了擦魏小宝的口水 便抱着魏小宝进去了 姬婉如静静地坐在梳妆台前 一袭红色嫁衣 妆容精致 面若陶腮 公主嘴角一抽 大半夜的 差点也未见了女鬼 魏小宝吃手手 发出巴唧巴唧的小声音 姬婉如像是终于回过神来似的 先从铜镜里看了二人一眼 随即震惊地转过身来 蜜 她的目光落在魏小宝的身上 整个人变得激动起来 公主淡淡说道 装什么惊讶 你不就是想让我带小宝来吗 你怎知 姬婉如的话说到一半 戛然而止 她不可置信地望向公主 你 你知道 公主冷冷一哼 我当然知道 就你那点手段骗得了谁 一位很高明嘛 姬婉如捏紧了手指 那你为何 你 你故意的 你故意把孩子换给我 你想霸占城主府继承人的位置 好一招兵不认血 公主冷声道 姬婉如 收起 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 不是谁都和你一样 连轻生骨肉都能拿去利用的 姬婉如哽咽道 是芸汐 是她先威胁我的 她说我若不肯离开夏侯卿 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公主披头盖脸地呵斥道 真是好一张造谣的嘴 我姐姐会威胁你这个 临死了还想来败坏我姐姐名声 你这种人真是死有余辜 姬婉如哭喊道 她就是威胁过我 她就是 公主讥讽道 想恶心我是吧 好啊 姬婉如 那不妨看看你到底恶心了谁 姬婉如一正 你什么意思 公主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说的没错 孩子的是 我是故意的姬婉如神色异了 你终于承认了 公主道 我今日带小宝过来 也是为了让你见她最后一面 姬婉如狐一地看住她 你会这么好心 公主挑眉道 我当然没这么好心 小宝是我百花工的血脉 与你没有半点儿关系 姬婉如皱眉 你胡说 公主施舍了她一个怜悯的眼神 鬼婆婆根本没有调换两个孩子 小公子就是你的亲儿子 姬婉如脸色煞白 不 不可能 你在撒谎 你撒谎 公主把小宝抱了起来 你睁大眼看看 小宝长得像你吗 姬婉如看向了公主怀中的小家伙 魏小宝像是听懂了似的 把嘴里的小手手拿出来 一本正经地任人端详 这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小胖鸭 与苏小小一样一样的 姬婉如如遭雷击 身子一软 一下跌坐在了地上 无数个孩子哭闹的夜晚 她闲吵 让奶娘把她抱得远远的 孩子冲她伸手 她也总是嫌弃地推开 她还冲她发火 连多看她几眼都不乐意 原来她是她的亲儿子 她错过了那么多 她还给她下了毒 啊 姬婉如心如刀割 眼泪夺眶而出 她趴在地上 痛得直不起身子 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 啊 她的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 喉痛胀痛到了极点 连哭声都发不出来了 心好痛 好痛 她无声地哀嚎住 捂住撕裂的心口 痛到在地上打滚 公主及时把魏小宝抱了出去 不让小家伙看到这些 善恶到头终有报 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 一日 城主府传出消息 如夫人自枪了 据说下人去为她收尸时 发现她一夜之间 满头青丝变白发 她的手指全部烂掉了 露出森森白骨 门板上全是血迹与皮肉 有下人听见她哭喊了一夜 要见儿子 姬宛如的死讯传到地牢之后 楼不凡失踪了 夏侯卿下令 全岛通缉 连杀手盟都接到了城主令 楼不凡那楼不凡 你怎么把自己做成了这样 江关朝把凤凰雨放在桌上 是时候出去一趟了 陈雨忙到 师父 弟子和您一起去捉拿楼不凡吧 江关朝冷笑 谁说我要去捉拿楼不凡了 百花宫 苏小小一行人来陪公主吃晚饭 公主道 楼不凡失踪好几日了 岛上一直没有她的消息 但最近没有船只离岛 她应该还在岛上 她可能会来百花宫寻仇 这几日大家都当心些 魏婷应下 知道了 娘你搬来我这边 公主对凌云说 不搬凌云道 公主邓道 你欠揍是不是 魏婷给公主 加了一根她爱吃的嫩笋 娘 一会儿我去给大哥搬行李 公主邓凌云 就不能学学你弟弟 凌云 笋是我包的公主对魏婷道 儿子家的笋就是香 凌云 夜深人静 百花宫陷入沉睡 一到漆黑的身影 悄无声息地越过墙头 灵敏地避开了巡逻的弟子 以绝佳的轻弓 潜入了飞云宫 将流星不施展到极致的人 除了楼不凡 没有旁人 楼不凡潜入乡房 来到摇篮前 目光愿读地盯着里头的小婴孩 第1069章魏小宝的战力 小家伙长得极好 胖乎乎地 露出来的小手腕 让人想到了新鲜的莲藕 一看就是极为健康的孩子 不像小公子 先天不足 费了极大的力气 挑选了最好的奶娘 也没着孩子白白胖胖 这孩子的黑眼珠乌溜溜的 充满了灵动 他见到陌生人 似乎并不害怕 就那么一边吃着小手手 一边看住楼不凡 楼不凡 缓缓缓抽出腰间的匕首 刀刃上反射的寒光 闪过了魏小宝的眼睛 魏小宝顿了顿 继续吃手手 哼楼不凡将匕首高高举起 自己女儿惨死 外孙又身中十里香之毒 百花宫的这个孩子 却活得好夯的 如果不是百花宫 收买鬼婆婆使诈 宛如又怎会给尘儿下毒 可惜鬼婆婆不知所踪 连千鸡格也没查出她的下落 那么 就只能找百花宫报仇了 等杀了这个孩子霍云岭 他就立刻离开千山岛 他握紧手中匕首 此时此刻 小婴孩的眼底依旧没有一丝惧怕 是啊 这么小的孩子 连刀子都没见过 还不知世间险恶吧 魏小宝睁大眸子看住他 哇 楼不凡的动作停滞了一下 忽然 床铺上传来一道奶鸡鸡的小声音 你系谁 你再干闲摸 小虎又喝多了绿豆汤 半夜起床尿尿 路过妹妹与奶娘的屋 就看见了一个奇怪的老爷爷 依依 老爷爷有些眼熟 趴在桌上小气的灵鹰 疏然睁眼 什么人 魏婷与苏默也在各自房中 听到了小虎的声音 二人立马掀开被子 夺门而出 楼不凡一掌打飞灵鹰 抱着魏小宝从窗子里跃了出去 魏婷追进房中 小虎往窗户那一指 妹妹 魏婷对苏默道 看好小虎 我去追她 苏默的轻功确实不如魏婷 她点了点头 把小虎抱回了屋 锦衣听着楼不凡 从自己顶上飞檐走壁的动静 抬眸望料望 突然冲破屋顶 楼不凡被突然出现的锦衣挡了一下 就是这一下 给魏婷制造了机会 她往侧面一跃的一煞 魏婷及时追上她 并牢牢扣住了她肩膀 楼不凡胳膊一绕 反手给了魏婷一掌 魏婷被她震退竖步 楼不凡趁机施展流星步 掠出了飞云弓 楼不凡 公主从天而降 一掌朝她打了过来 楼不凡躲避不及 一把举起了怀中的魏小宝 公主脸色一变 凌空一转 与楼不凡擦肩而过 公主咬牙 楼不凡 你敢伤小宝一根汗毛 我就突进你满门 一个活口也不留 楼不凡的大掌掐在 撩魏小宝娇嫩的脖子上 是吗 想她死 尽管过来 公主捏紧了拳头 楼不凡讥讽地看了她一眼 施展轻功离开了 公主看到魏婷 悄悄追了上去 岛上最厉害的轻功 就是流星步 但小婷才学了几个月而已 公主蹴了蹴眉 也纵身没入了夜色 楼不凡抱住魏小宝 来到了海边的一处峭壁上 下方是汹涌澎湃的浪涛 八名黑衣人再次后命 见到她来 齐齐单膝跪地 阁主 船备好了 是 东西都带上了 全部带上了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金银珠宝似乎少了三箱 不知被谁拿去了 还有上次行动的人 死在宝库了 楼不凡 第一个想到的是阁主夫人 第二反应是百花工的人 不管那么多了 才三箱金银珠宝而已 九牛一毛 她带上满满一船的财富 别说建造一个全新的千基格 便是建造半个王朝也够了 杀奴呢 她问 阁主找我 杀奴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身后 楼不凡惊得一哆嗦 怒斥道 你走路没声音的 杀奴 在大牢里 你让我不要出声的 楼不凡 要不是杀奴武功太高 是一把最锋利的刀 楼不凡真想杀了他 上传 楼不凡一声令下 八名黑衣暗卫开始放绳索 这里是峭壁 虽说不高 但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 针跳下去容易撞上尖石 忽然 天空传来一声嘹亮的音效 猎鹰在高空盘旋引路 五虎骑着他的金雕坐驾 威风凛凛地俯冲而下 一口将他们放好的绳索雕走了 是金雕小弟雕走的 可恶的雕 一名黑衣人立合 拔剑朝金雕砍来 猎鹰猛地啄向了他的眼睛 黑衣人抬手一挡 长剑砍天了 金雕继续俯冲而下 撕烂了他们的船帆 楼不凡 杀奴 动手 杀奴果断拔出比武大会得来的兵器 玄铁宝刀 五虎乍毛 你上次抢了我龙筋 不讲五断 五虎扯着嗓子 城主驾到 城主驾到 杀奴不管城主 他只管完成任务 他转身往前一次 楼不凡却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打算行李 扑斥 杀奴的刀捅穿了他的右臂 楼不凡 这时 一枚飞镖射来 直逼楼不凡没心 楼不凡朝后一跃而下 将流星部施展到极致 在乱石上起起落落 最终稳稳地落在了大船的甲板上 杀奴觉得自己也可以 然后 他断断断断 摔麻了 他大马趴似的 毫无灵魂地趴在甲板上 阁主 扶一下 魏婷施展流星部 轻松上了船 楼不凡的眼底掠过一丝震惊 这小子的流星部 比千计格的弟子练得还出众 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冷声道 你的师父是求长空 魏婷冷冷地说道 废话这么多 不如到了黄泉路上找阎王爷说 压上的八人 遭到了猎鹰与金雕的猛烈攻击 以及黑鸭搬来的大片大片的乌鸦 杀奴 起来 哦 杀奴面无表情地爬了起来 与魏婷交起了手 楼不凡先回船舱包扎伤口 他去仓库里取药 这里也藏着他所有的金银珠宝 他打开一个箱子 不是药 再打开一个 又不是 魏小宝看出金灿灿的元宝 睁大了毛子 呜啊呜啊 找到了 他随手把魏小宝放在地上 麻利地给自己包扎起来 轰 仓库的门被公主踹开了 楼不凡果断将魏小宝抢过来 扔进了身后的一个宝箱里 并巴搭盖上了盖子 公主气坏了 关我的小宝 楼不凡 你找死 他立声道 有本事你出来打 出去就出去 仓库的确不是打架的地方 万一把船底打漏了 这些辛苦搬出来的金银珠宝 可就全都沉入海底了 二人去了甲板上 不曾想 苏默也赶到了 他来找魏小宝 刚要抱出来 沙奴与魏婷从顶上的窟窿掉了下来 抓孩子 楼不凡喝斥 沙奴收刀 先一步抱住魏小宝 跃上了甲板 苏默与魏婷对沙奴两面夹击 沙奴没拿魏小宝当盾牌 但他也不会让他们抢走魏小宝 魏婷一掌逼上他面门 沙奴将魏小宝往天上一抛 魏小宝兴奋地翘脚脚 呜啊 于魏婷对了一掌之后 沙奴稳稳接住了魏小宝 紧接着又是苏默 魏小宝被抛抛 举高高 小舌头配合着兔的不要不要 苏默皱眉 这家伙真棘手 他们怕伤了小宝 出手有所保留 但不可否认 沙奴武功的确很高 苏默 放下孩子 我和你单独对决一场魏婷道 我发誓 我们不抢孩子 你打赢我们之中任何一个 孩子就是你的沙奴 当真 魏婷千真万确 好 沙奴对苏默道 就选你 苏默拔剑 方才抢魏小宝时 三人都受了兵器 沙奴将魏小宝放在边上 握住了腰间巡铁宝刀 苏默提剑而上 沙奴拔刀相向 两股可怕的力量在甲板上相撞 秀 魏婷把魏小宝抱走了 沙奴严肃道 说好的不抢孩子呢 魏婷挑眉道 我没抢啊 我抱走的沙奴 不将武德 双方激烈缠斗 这时 牙上的八名黑衣人 下来了四个 将魏婷团团围住 正在与楼不凡交手的公主提醒道 小婷 他们身上有毒 你当心 魏婷道 知道了 娘 不能与他们贴身决斗 只能防守了 楼不凡比公主长了一倍 内力本在公主之上 奈何方才被沙奴捅了一刀 打着打着 竟然有些落了下风 苏默与沙奴打得不可开交 魏婷利用轻弓与飞镖 解决掉了四个黑衣人 沙奴 当心啊 魏婷忽然叫道 沙奴 休想再让我上当 魏婷将针管砸进了他脖子 沙奴陡然失去力气 你 魏婷道 说了让你当心 苏默妄想崖顶 又来了一拨人 魏婷看了眼怀里 吃手手的小家伙 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苏默道 先把小宝葬好 摁魏婷跳下仓库 找了个空箱子 脱下上衣垫住 将女儿轻轻放上去 在这里乖乖等爹 知道吗 魏小宝 呜啊 苏默带着沙奴下来 将被注射了镇定计的沙奴 绑在了一旁 魏婷出去迎战 苏小小与其长老 带着百花工的弟子 也赶到了 苏小小问魏婷 小宝呢 魏婷道 在下面 那个开着的空箱子里 苏小小与锦衣跳了下去 锦衣一脸茫然 这里全都是开着的空箱子啊 不对 要箱子是满的 奇怪 楼不凡运一船空箱子做什么 苏小小在沙奴怀里 找到了魏小宝 魏小宝两只小手兽 拽住沙奴 使出了吃奶的镜儿 小脸严肃极了 呜哇 锦衣错落地问道 小宝在做什么 苏小小看看被洗劫一空的仓库 再看用力拽沙奴的魏小宝 嘴角一抽 男男道 他好像 想把杀奴也装进药房 第1070章报仇血恨 公布绅士 你说什么 锦衣没听清 啊 没什么苏小小面不改色地说道 锦衣你去别的房间看看 有没有埋伏 我先检查一下 锦衣在仓库转摇了一圈 每个角落都翻遍了 确定没有危险 才去了隔壁搜寻 苏小小把那个急出满头奶汉的小家伙抱了起来 正色道 人是装不进去的 除了你爹 但你爹也只经过一次 至今不明白要防当时是不是出了啥笨 那之后苏小小也悄悄试过 在魏婷熟睡的时候 可是再也带不进去了 就挺迷 魏小宝冲杀奴伸出小手兽 呜哇 呜哇也没用苏小小果断把小家伙抱上了甲板 可就在他落地的一煞 怀里一清 苏小小咬牙 他赶忙闪进了药房 果不其然 看见了躺在桌上的小家伙 可不等他把小家伙滴溜出来 小家伙出药房了 苏小小也出来了 他依旧是从哪进 从哪出 站在甲板上 魏小宝就不同了 他又从别的地方出去了 苏小小嘴角一抽 药房你过分了 有这么偏心的吗 魏小宝稳稳落在了杀奴怀里 两只小胖手抓着杀奴 无比执着于把他装进药房 苏小小无奈一探 锦衣楼不凡的伤势越打越重 万幸的是他提前准备的高手到了 只不过 百花宫的人太棘手了 想把驱逐他们怕是难了 只能先让自己的人拖住百花宫 他先一步离开 在离开之前 他要做一件事将金银珠宝沉入海底 回头再派人打捞 绝不能便宜了百花宫 可当他来到仓库时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傻了眼 发生了何事 箱子为什么失控的 他的金银珠宝呢 他不可置信 一个个箱子找过去 不 不可能 他一直在甲板上 就没见人带着珠宝出来 何况还是这么多箱 是见鬼了吗 楼不凡气血翻涌 握住手中的长剑 浑身迸发出无尽的杀气 云 霜 他朝住头顶的甲板 使出是大理晨的意见 轰得一声巨响 整层甲板被生生剖开一半 公主足间疑点 一手抓住一个弟子 跃到了安全的角落 其长老也就下两个跌落的弟子 其余人都及时避开了 其长老道 公主 你和二公子他们先回去 我来对付罗不凡 公主望着牙顶上杀气肆意的男人 淡淡说道 不必了 我们走 小婷 嗯 魏婷点头 二人施展轻弓 飞上崖顶 放下绳索 楼不凡追上甲板 就要去追杀百花宫的人 这时 崖上的男子杀气凛凛地跃了下来 明楼 楼不凡一惊 鸡明楼持剑对住他 冷冷地说道 你和我 只有一个能活住离开这里 上去后 七 长老望着下方交战的二人 有些担忧地问道 公主 就这么走了 真的没关系吗 公主抱着魏小宝道 楼不凡受了伤 加上耗损过大 要是这样 鸡明楼还杀不了他 就干脆别回来了 应该 杀得了苏小小说 其长老问道 二少夫人何出此言 苏小小对了对手指 我在仓库的空箱子上 下了点毒 魏婷将最后一名弟子 也拉上来后 来到了公主娘的马车上 公主 苏末 小胖孔雀和宝贝闺女 锦衣儿子都在 但为什么杀奴也在 魏婷看住躺在地板上的杀奴 纳闷道 干嘛要抓他 公主 问小小 苏小小 问你女儿 苏小小清了清嗓子 一本正经地说道 她是楼不凡心腹 抓回去兴许能审问出点名堂 魏婷将信将疑 她看向宝贝闺女 宝贝闺女却在看沙奴 眼睛亮晶晶哒 呜哇呜哇 魏婷 回到百花宫时 天都快亮了 小虎居然一直没睡 馅儿与林音陪助她 怎么哄她都不行 一直到魏小宝回来 她跳下床 去苏小小怀里贴贴妹妹 就像每次她出世归来 两个哥哥贴她那样 小虎的脸蛋贴着魏小宝 妹妹魏小宝 呜哇魏小宝要睡觉了 苏小小给她冲了一瓶奶 小虎魏小虎说 一贯喜欢睡觉的小豆丁 竟然等了妹妹半夜 这是什么神仙哥哥 苏小小笑笑了笑 把奶瓶递给她 自己和魏婷去洗漱了 魏小宝张嘴 小虎 先尝尝烫不烫魏小宝 呜哇 小虎尝了一口 嗯 没尝出来又尝一口 两口 三口 小虎擦嘴嘴 喝完了 不烫烫 一点也不烫魏小宝 魏小宝目瞪口呆地看住哥哥 庞扶在说 这个怪哥哥等了半夜 就是为了这几口奶吧 当天际第一缕曙光落在海平面上 鸡鸣楼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箭 楼不凡浑身僵硬地立在金灿灿的尘光里 海风拂面 吹起他血迹斑斑的灰发 鸡鸣楼抽回了长剑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楼不翻死不瞑目地望着金色的海浪 直愣愣地倒在了血泊中 他到此也不明白 自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 为何突然就栽了跟头 连给他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是百花公 是魏须 是端木云 不对 他记起来了 那孩子不是端木云 他是 魏须第七子 魏婷 楼不凡的死讯 很快传遍了整座岛屿 岛民们做梦也没料到 楼不凡居然是自己的女婿 亲手杀死的 伴随着楼不凡的罪状 以及姬婉如的身世不禁而走 众人吃到了一大盆狗血 有人信 也有人不信 天玉堂与千姬阁都没做出任何回应 但就在众人以为 这些事情已经足够震惊时 城主府又传出了一则最新的消息 百花公的少公主云领 是城主与芸汐的儿子 当年芸汐没死 而是暗中将孩子生了下来 交给妹妹芸霜抚养 如此一来 小公子满月当日 城主迟迟不利 机婉如为城主夫人的行为 就得到了解释 爷爷个姥姥 我想起来了 芸林可不就长得像城主吗 作为位数不多见过 林芸真面目的人 陆傲天终于反应过来了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城主继承人飞云里莫属之际 一艘无比奢华的大船 在东港口靠了岸 城主府的大公子 与三公子回来了 中文字幕提供